哎,大家好 我说你这一处行不行啊 还是你拿个卫鞋穿上吧 穿上也行不穿 你看猴哥这肌肉 这都是干活练出来的 瘦型猴子全是肌肉 一块肥肉没有 不管怎么说 猴哥真的感谢这些网友啊 跟温哥华找猴哥干活的 上几天猴哥干活修树那个 那活没修完 这老外事很多 他的树倒到这家砸在这个袋克上了 完了猴哥就去喊 完了我答案那个老姐姐吧 可能是没来 还没来呢 他在温哥华就把钱装给猴哥了 我说你再来呀 哪会不行 猴哥再给你修一次 因为在外国咱们毕竟语言不同嘛 跟他们说话也费劲 外国人很多人特别爱护树 问猴哥有没有保险 有没有license 管我太多的事了 那天我没干完 我们三个人就回来了 猴哥说话三句话不理本行 我这也是从国内回来以后 我就一回没跟大伙唠嗷 我真是一天疲于奔命啊 朋友们 就回来以后那段时间就倒是啥 天天就困地迷登的 早上老早就起来 随后我就跟猴哥天天忙活 早上五点多钟六点多钟起来 完了一到晚上呢 这就困地又不行了 这眼皮就整不开了 你看现在有时候猴哥那是干活视频呢 我就剪出了一部分 完下一部分就实在眼睛蒸不开了 这不行了 就得第二天整了 完了还想把这视频好好剪一剪 剪来剪去 我觉得这个视频质量也没提高上去 我们把这个时间还拉长 一整整好几个小时 整的不冷不冷 还不如像以前 那刚做视频的时候呢 整成一段通路发出 整成一段通路发出 一天发好几个 现在数量没 数量整不上去了 质量也没上去 哎 咱们就是发我们正常生活 咱俩加拿大确实有很多干活 但是有的因他们不发 我们这现实反正确实现实生活吧 待会看看猴哥在这块 真的很好 有累的 晚上饭都不愿意吃 太累了 这原意的 就这几个月 你看有下雨天有没活的时候 一个月不是天天总干活 几个月到十月末 基本的原意就结束了 今天为什么活多呀 就是六月份刮一场大风 好多树刮走了 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干完 这活 有好多树就倒了砸着房 大伙看视频也看着 很多接着上午又给那个一个 孩子北京的小孩 找的猴哥打树根了 都是这些活吧 室外这些灵活吧 反正大伙看着猴哥就知道 因为出国很多人都是这么苦 不管猴哥 很多人都在干这个活的 没办法 生活 现实生活就这样 你不干 那你有拿什么收入 就得干活 因为咱们英语又不好 以后早上俩 磕磕磕磕磕磕磕 磕磕磕磕磕磕 反正一天也不绿绿后市 今儿个有钱就会 明天没钱 明天再张了 猴哥就是总有危机感 总是担心哪一天干不动了 或者冬天闲的时候 没有活干了 没有钱 来钱 来钱到了 咱们来钱到了 咱整 他就现在可努力 天天就拼命的干活 我瞅的有时候累的 累的这个可怜的 我们说一天跟他出去干活 也是 看着跟他竖点 揪心 但是我一说呢 他也不高兴 啊这不过干活干啥 你说帮我整这来 两个大哥挺好 他们几个挺对脾气的 在一块这一边干活 苦中作乐 就像网友们说的似的 一边把活就干了 经给猴哥干活两个 那个老大哥 那个姓河大哥 他都65岁了 过年就不带猴哥干 我这好问我说 你再帮猴哥干一件 什么说明 离猴哥家干活 打工到这60多公里 上大哥家 大嫂学说 那个大哥上医院检查 这医生说的 说你这是65岁人吗 那是你帮忙的 血液各项指标 全都正常 北京的大哥 比猴哥大三岁58了 也在 人家也都不差钱 你都帮猴哥忙 这俩哥哥 对 这天津大哥 北京大哥 都是帮忙的 都是就是看情分上 人家不是为了挣钱的 你条件都可好了 那北京的大哥 原来摄像 你看录的多好 我们视频呢 80%的大哥录的 大哥就给他录像了 完了都不录像的时候 就是干活 有的朋友 说的 北京大哥说不干活 这录像 干活 都干活 对 他这录像不录的自己 不录自己干活 对 还有 这不是我从我回来以后 没跟大伙唠嗑吗 视频发的也没有以前多了 我还有朋友 还在 那个 信息里就问我说 是不是现在视频 正的少了 你就不发了 不是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视频 这样的机力确实不多 啊 不多是不多 我是愿意发 就是这个感觉 今年这个体力啊 精神头 啥都不行了 似的 我回来那段时间 到现在也是 你瞅着脸 胖不动脸 我回来那段时间呢 过敏 脸胖 眼睛肿 反正一天老不舒服了 就是抢 挺的 我这一段时间还好点了 前几天这眼角又长一个疙瘩 越长越大 后来上周我 我约家庭医生就看了 他给我开了一个小药膏 还真挺好水 今后抹完了之后 呃就是抹了这几天之后 他一点点变小了 刚才我一碰他 那个疙瘩就脱落了 掉了 还有点叶 今天就明显感觉这个体力不支啊 就体力不行 就是老困 完了呃那天也是前段时间 这个检查了 说我还是这个甲庄腺 指标高是低 我也没记住 我这对自己身体健康真是不行 也不关注 我要是不难受 反正我就啥都忘了 一难受就想起来就去看见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一句话就是 从哪个国内回了我的自由时光 就完了 就全停这个老东西的了 猴哥天天就是干活 我们这个活吧 先收你定金 先所有的活的先去看 大伙有点不理解 说树 你这个树砍的时候都是每家有风险 不会无缘无砍树的 要么树死了要么树对的房造成危害了 应该砍树的 所以我们得先去看 任何的活 有很多网友问猴哥 说给你留言 没回猴哥 因为白天干活 听不见 我也不善于玩手机 希望大伙有事啊 就是给猴哥打电话 猴哥电话大伙不都知道吗 一打电话猴哥就接了 猴哥都会回你们 不管怎么说猴哥 我非常感谢猴哥这些网友 别看猴哥的粉丝 十七万 比别人一百七十万都强 真的这些网友 这哥哥姐真惦你猴哥 真的很好 朋友们真是 不怕没好吃 就怕没好饮 真谢谢这么大伙 现在就觉得都挺对不起 大家似的 一个就 原来我俩计划 今天找网友我吃点饭 但是加拿大的疫情 安省这块 还那么严重 我俩就取消了 不敢许人来计划 就这个把一份找大伙吃点饭 找人来做烤个羊茶的 但现在不敢 因为疫情还这么严 就是我们家女儿的朋友得了 说她得病以后 我嗓子跟刀割是那么疼的 所以猴哥也真害怕 但我们毕竟接触人少 我们是看活 看完就干 毕竟我们很想上商场 就溜达玩 出去吃饭进个家吃饭人的多 有时候俩厨家人都买菜啥的 都戴着口罩 那些老外都不戴 求我俩像怪物似的 但咱们不敢的 这么大事实了 我俩这大事实不敢大意 一点都不敢大意 这要得人就麻烦了 回国都受影响了 我就怕回国受影响 我就现在也是 我丁家叮嘱他 我说你一个千万戴口罩啥的 我真害怕得呀 我真得自民受 真害怕 现在这个加拿大疫情又严重 又严重 现在 像几天猴哥受伤 大伙猴哥打破上风了 到2025年10年到期了 这是10年打一次那个流感疫苗 不是 破上风的疫苗的 大伙那么惦记猴哥没事的 猴哥已经从16岁猴哥就干活 已经适应了这种 就守着口子去年嘎嘎嘎嘎 就第二天休一天第三天就干 这口子你看俩口子 这几天就好了 嗯 把这会接受就跟大伙说说话 这这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没跟大伙老说说话 真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 大家对我俩这么好 你说哎呀 我这这现在经历有限 就是不行 这眼睛总觉得睁不开心 本来眼睛就小 你说这回就觉得这眼睛是肿了是咋的 反正是晒的黑去溜过 不见的确实 有点不好 一直跟大伙见面 就是越来越丑越老越丑了 哈哈哈 就这样吧 哎呀 反正这这这这今天是休息 休息也没休着 刚才那个头五个去看活 完小伙着急这个周五就回国了 完了猴哥又去给他把那树块打了 也没找他们俩大哥 大哥今天都有别的安排了 我跟他去的 没有了 就好了谢谢大伙了 今天就跟大伙说这些 有时间后再跟大伙唠嗑哦 这能不能发出 不一定你就给我光个棒吧 先这样 好了大伙啊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我也是争取能尽量多说点话吧 我就发现这个嘴啊 要不说话 老不说就越不说 越不想说 不敢说了 张不开了 我还得练习说 你不跟大伙唠嗑 你说这啥意思 哥这话 跟大伙唠嗑了 这是哥俩这几年 这两年这生活多丰富啊 这些网友留言啥 大家俩互动的 完了这多伦多 这一点上哪去就有网友 就见着了 哎可高兴了 这些网友真好 真的比他们的网友强多的多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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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伙了啊 谢谢